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三款口味曲奇饼干 秋冬季必吃的美食 别的口味你可以不做 但是这个巧克力味的强烈推荐 你一定要试试,真的太好吃了 每一块都是花纹清晰而且酥吊渣 今天的教程还会给大家两款花嘴挤出来最后曲奇的效果对比 依旧是非常详细的教程 不怕你学不会,就怕你不学 你学会之后呢,记得给我打卡交作业哦 材料的部分会用到糖粉 相比较于细砂糖,它的溶解度更快 还会添加牛奶,用来调节面糊的干湿程度 原味的会添加一点杏仁粉,增加曲奇的香味 口味的衍生呢,抹茶粉尽量选择品质好的 巧克力味的不添加可可粉,改成用纯巧克力来进行制作 口感更好 花嘴的选择,这里有三款 三能的707爱,708爱和709爱 分别是5尺,6尺和8尺 做曲奇之前啊,很重要的一点 先看看室温 低于14度,新手来说我就不建议你做了 可以看看我那些不用挤花的曲奇教程 因为黄油,运冷变硬的特性 就算你把袋子挤爆了,它也挤不出来 解决方法啊,放入发酵箱28度的环境下 软化好面糊后,再来进行挤花操作 而且啊,动作一定要快 做曲奇对黄油的软化程度也是有要求的 要软化至那种能轻松按压下去的状态 但是不可软化至边缘出油 那样也会影响最终成品 打发黄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冲进去更多空气 这样我们吃到的曲奇就会非常疏松 打发至体积变大后,加入牛奶继续打发 重点啊,牛奶使用常温的 打发好的黄油状态,体积变大 颜色发白,质地看起来非常蓬松 近距离看一下啊,边缘也是这种小尖角 用刮刀把表面刮一下啊 可以看见这种小气孔啊 它就是打发后的空气感 加入杏仁粉和低粉,杏仁粉呢可以过筛一下 因为颗粒比较粗 低粉的话呢,无需过筛 半至呀,还有一点点的干粉状态就可以了 无需过度翻拌 装住表花袋,就开始挤花 现在用的是708按 挤花的收尾处我们可以轻轻往下压 再快速提起花嘴 还可以绕一圈后,把收口处停在中间的位置 烤出来的形状会有一些区别啊 这个对口感的影响不大 两种挤花的方法 大家喜欢哪种就用哪种 还可以用这种硅胶垫 烤后的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 烘烤参考温度上下火170度 时间16分钟 用硅胶垫烤出来的曲奇饼干呢 底部会比较平整 外观上是没有区别的啊 可以看见啊,这个配方烤出来的曲奇花纹是非常清晰的 基本上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流程走 烤出来的曲奇形状都会非常好看 抹茶口味的呢,就是在加入牛奶的这一步 一起加入抹茶粉,再继续进行打发 其他的操作流程都是一样的 这里用无耻的裱花嘴啊,来挤个花 等下方便进行对比 巧克力味的呢,则是把巧克力和淡奶油啊 先一起隔温水融化后 再加入打发至蓬松的黄油里 继续一起打发 重点啊,如果巧克力的部分加入的比较晚 则需要减少黄油的打发时间 而且巧克力部分的温度呀,不能超过30度 重点啊,曲奇不要趁热脱模 刚出炉的时候是软的 冷却之后呢,就会变得酥脆了 看每一个花纹都是非常清晰 就花嘴上来说 7072是五尺裱花嘴 挤出来的花片啊,会比较偏大 这个呢,是六尺裱花嘴挤的曲奇 看着还是舒服一些 像八尺裱花嘴啊 挤的话,它的花纹就会相对来说更密集一点 这里呢,差距不大,就不进行对比了 做好的曲奇啊,一定要密封保存 最好是放上防潮卡 找一个好看一点的礼盒打包 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来一点 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 这个季节呀,都是非常合适的 巧克力口味的这一款曲奇 一定不要错过呀 我是千千,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今天跟大家分享 回野大曲奇的做法 这款曲奇造型特别好看 口感酥香脆 吃起来又不会很甜腻 做法除了紧造型需要练一练 别的没有什么难度哦 在冬天做曲奇 可以用发酵箱来软化黄油 提前准备好所有材料 这次我们做两款口味 抹茶和原味的黄油软化制 硅胶刮刀能轻松切入的状态即可 倒入糖粉 翻拌一下 防止飞粉 开启打扮器 进行打发 室温较低 黄油容易变硬 大家的操作速度要加快 打发的过程中刮一下盆边打发不到的黄油 让打发更均匀 打发至黄油肉眼可见的蓬松发白状即可 所有粉类一起过筛 抹茶粉换成可可粉 就是可可味的哦 这里大家可以熟悉操作步骤后 自己做口味的调整 不用过多的翻拌 翻拌至看不见干粉的状态 就可以装入表花袋 我这里做这款曲奇用的是三能的八尺花嘴 原味的做法也是一样的 黄油打发至蓬松发白的状态 加入蛋清 加入蛋清之后 继续打发至黄油把蛋清吸收即可 粉类一定要过筛 翻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开始挤花了 我这里现在的室温是15度左右 做曲奇已经非常困难了 曲奇面糊变硬速度太快 导致挤花非常的不顺滑 而且边缘容易出现巨石状 有句话叫冬天不曲奇 夏天不开酥 真是大石化呀 觉得没有挤好的面糊 我们可以给它铲掉 装入表花袋继续再挤 我觉得在这个温度下 时间够的话 我们还是把做好的曲奇面糊 放入醒发箱 等待它回温之后再挤 挤维也纳曲奇 可以挤三道弯 也可以挤四道弯 这个呢 看个人喜好 烘烤的参烤温度 上下火150度 时间20分钟 冬天天黑的特别早 我就不等待软化之后再挤了 有点趋势状 就这样吧 对口感来说 没什么影响 大家好 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天气变凉了 想做一点曲奇礼盒 送给姐妹妹 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六款口味的配方 做法非常的简单 口感酥脆 先把鸡蛋一次性全部打散 放置一旁备用 这里鸡蛋呢 要使用常温的 软化好的黄油 加入糖粉 搅打至发白的状态 再撑入所需的蛋液 继续进行打发 打发至黄油 把蛋液完全吸收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粉类一定要过筛 特别是杏仁粉 它颗粒比较粗 压瓣至无干粉的状态 原味取齐 就做好了 我这里是直接分出来一部分 加入红丝绒液 来进行调味 调色 现在在做的是 盾牌曲奇和小花曲奇 它是一个万用曲奇配方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花嘴 做出来 它的形状都是比较立体 而且口感也是不错的 即这种圆盾曲奇的要点 就是一定要扭一扭 慢慢的左右扭一扭 然后再往上提 现在做的就是九宫格曲奇 做法都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抹茶粉 可可粉和紫薯粉 先提前和糖粉一起加入黄油 进行搅打 这样可以让做出来的曲奇 上色更加的均匀 而且不会出现像抹茶粉 它容易结块这种现象 做九宫格曲奇呢 这里用的曲奇枪 说实话它方便是方便 但是有一些花片是真的不好用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它做出来的形状 不会特别的规整 像顶部它会有一些毛痴的那种边 没办法去掉 但是它做曲奇饼干真的是非常的快 每一次装入面糊的第一枪 它绝对要比其他的饼干要大 像这个蝴蝶的我是怎么都抠不下来 小熊的呢 它就是有时候会缺着矮多少胳膊啥的 我这里的烘烤参烤温度是上下火150度 时间25分钟 像这个圆炖饼干可以在中间挤上白巧 点缀上开心果粒 增加它的风味 所有的曲奇都做好等待冷却之后就可以装盒 不要在空气中放置太久 容易回潮 做成这种礼盒送给姐妹非常的有面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是千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 只有满满干货的千千 花纹清晰 奶香味十足 一碰就酥到掉渣的真理曲奇送给你 这期视频呢千千会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重点的地方也会进行一个提示 粉类有高粉 低粉 玉米淀粉 马铃薯淀粉 糖粉 做延伸的口味呢 我们是添加抹茶粉和可可粉 小工具的部分呢 裱花嘴 网筛 硅胶刮刀 以及裱花袋 裱花嘴建议大家用这种八尺的 我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歪 但是不太影响使用 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黄油的软化程度 不能太硬 也不能太软 硅胶刮刀稍微用一点力气往下压 就能很顺滑的压下去 黄油一定要提前室温软化 室温呢 稍后我会做介绍 加入糖粉 开始打发黄油 打发的过程呢 黄油会粘在盆边上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硅胶刮刀 刮一刮 这个步骤是不能省略的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黄油 打发的更加均匀 最后打发好的黄油状态 体积变大 有小尖角 颜色也会变浅 这里我们看一下两个的对比 再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黄油的状态 粉类搅拌均匀 再过筛 每一款都是这样的操作步骤 过筛呢 主要是为了防止结块 然后再用打蛋器 搅打至无干粉 就完成了 我是在25度左右的情况下 来操作这款曲奇的 建议大家是在20度左右的环境 来进行操作 温度太低呢 黄油不易软化 温度太高呢 黄油又会过度的软化 挤曲奇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力道 如果这一步没做好 你的曲奇会歪歪扭扭的 抹茶曲奇有一个重点 就是烘烤时间要稍微缩短一点 因为抹茶是比较容易变色 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 怎么挤真理曲奇 这里建议大家多看几遍哦 可可粉的结块有点多 建议大家用手压一下 曲奇呢都挤好了 我们来进行烘烤 上下火145度 时间40分钟 烤好的曲奇 冷却之后 马上密封包装 防止回潮 看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我是千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